所有要政黨輪替 想要下架民進黨 能不能把力量整合起來 一定要找郭董事長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放棄小我這一部分 思考大我 現在四個要出來參選總統的 大概我跟柯市長應該算交情還最好的 有共識過 我跟侯市長沒有共識過 他警察我是軍人 大家發展路線不一樣 郭財民董事長是高科技 您主動去跟他邀約嗎 對 因為柯市長跟我已經討論要見面 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大家有共同好朋友 只是在過去這段時間 國民黨提命沒有明朗化之前 那我覺得 可能我跟柯市長見面 必須等到國民黨提命人之後 會比較好一點 否則好像我們的心裡面 還有什麼其他非分之想 我想對國民黨不好 對柯市長也不好 談到台灣的現在 跟台灣的未來 兩岸的變化 還有現在民進黨執政這八年 其實最 有的人說很多貪污腐敗等等 我最擔心台灣是風氣壞了 現在真的是無欲則剛嘛 大家是為了台灣人嘛 為了台灣這個土地 所以這時候見面談一談 未來彼此之間 所有要政黨輪替 想要下架民進黨 能不能把力量整合起來 我們探討的重點在這裡 郭董事長 柯市長 和侯市長 大家都要去思考 我覺得是這樣 但郭董事長 有一段時間還沒有接觸 他來過雲林拜訪我之後 我還沒跟他接觸 那我覺得 如果藍白這邊談的 真的能夠有一個 非常完美的 結果出現的時候 這也一定要找郭董事長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能做的 進一起之地 我們會去做的 那其實柯主席 他也提到說 就是有沒有可能 透過民調跟辯論 這兩個比較具體的方式 你怎麼看待這兩個 藍白合作的一個模式 你暫時 我覺得那是 政黨跟政黨之間 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 從我私人的角度來看 為了國家的大權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放棄小我這一部分 思考大我 臨時 我希望你能夠 忍受到 我希望你能夠 你不用了 在這兒 有一個對方 我希望你能夠 我希望你能夠 你能夠